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行文章结尾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几个小地方免得触雷 第一个就是避免用呼告法 避免在文章最后的时候说 朋友啊 让我们来创造未来 这样的感觉会觉得有一点不自然 击皮疙瘩掉满地 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矫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尽量避免呼告法 第二呢 尽量不要耍俏皮 在文章后面说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呢 其实这个在正式写作的时候 都不是很好的一种写法 第三呢 是不要样板 我们常在文章最后的时候 喜欢套用一些常用的结尾 比如说让我们一起突破困难 一起走向人生的大道 其实这样的东西 我们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经常会出现 那我们不是觉得非常恰当 所以各位同学小心这三个地雷 我们尽量不要去触雷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文章的结尾 要注意一些什么特色呢 第一 当然就是大家看完你的文章以后 会让人家经营在你的这个氛围里头 一种余韵绵长 那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效果 第二种呢 是 你在文章最后的时候 你有翻高你的层次 有一些新的见解 这个地方就会表现你见地不凡 第三呢 最好在文章最后 有一个让人家 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 那当然也是不错的一种结尾法 那第四呢 能够造成一种趣味盎然 第五呢 能够因为我们有好的见解 有好的设计 最后会让我们在文章感觉上 这个文章很有力量的结束 那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文章结尾的几个特色 那当然我们知道特色以后 还要知道方法 我们才会写得更好嘛 接着我们就来看到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八种方法 第一 叫做首尾呼应 总结全文 引用名言 祝福其勉 还有辟喻美化 提出精益 还有深化境界 以及切入现实 好 我们今天介绍这种八种方法 那我们来一一进入 那么第一个方法叫首尾呼应 什么是首尾呼应呢 就是譬如说在刘大玉 在我的成长的日子里这篇文章 他的第一段提到 我是一只鹰 那他到结尾的地方 他就说我已经可不是这个 羽毛稀疏的诱因了 我现在已经是凌峰顾盼的雄鹰 请问他是不是就有呼应 他的第一段的鹰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个就是一种首尾呼应的设计法 好 第二个方法是总结全文 那这个方法其实是我们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方法 譬如在神己度人这篇文章里头 我一开始呢就先说明曹丕呢 这个点论论文里面提到文人相亲 这个神己度人的问题之后 点出来说 其实大家大部分都是这个一味的去批评别人 而忽略了自己的缺点 反而失去了学习的良机 接着他的第二段呢就设计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个人叫巧嘴儿 那么这个女人呢最喜欢批评别人了 他的叔叔来访的时候就告诉他说 我告诉你啊巧嘴儿 你千万不要怎么样 这样的批评别人 你只要忍住三年不说话 包准你啊荣华富贵 享用不尽 于是巧嘴儿就想说 这样很好啊 只要三年我就可以荣华富贵 太好了 于是他就不讲话了 好 我们当我们这个嘴巴关起来的时候 哇 他就启动他的耳朵跟他的眼睛 他慢慢发现原来他的弟媳 其实比他高明多了 那么他也觉得自己也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他觉得啊过去实在太错了 于是他就开始呢这个痛改前非 那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家喜欢的一个人物了 好 那他举完这个例子之后 这个同学继续当然就要讲讲自己的例子了 他说呢我呢曾经做过国乐团的首席 然后呢我常常呢不留情面的去指责我的学弟妹 认为他们哎呀太烂了 实在是这个演奏的不怎么样 结果没想到就在自己独咒的这个赛里面呢 惨败 那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这个反映自己 发现其实都是因为自负的原因 那么所以呢学会了这个懂得去谦卑之后 他发现哇学弟妹也有自己没有的这个优点 所以呢他就再三表示歉意之后 那他也发现其实呢拼命的去指责别人 其实是阻碍自己成功的一个绊脚石 接下来你看他在最后一段他就总结 他说非洲呢古燕曾经说过 最灵敏的人也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背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巧嘴儿的这个毛病呢 其实就在呼应他的第二段 然后呢他说呢我发现自己的不足 然后也发觉别人的长处 截人之长补己之短先神己再度人 请问他是不是在最后把这个东西再做一个总结 所以这篇文章他就是把他刚才所讲的所有的内容 在最后一段的时候把重点再做一个陈述 这种方法我们就叫总结全文 这也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大家可以常常使用的一个好方法 好接下来我们再介绍 明言引用的方式 大家来看看这篇文章叫荣耀 那么他就先引了圣经上说 努力赚钱工作是一种荣耀上帝的方式 那佛家也说热心助人的行为是个人修行中的光荣 那传统认为光药门媒是子孙对列位祖先的一种无上的殊荣 而他自己却认为自我实现是最重要的荣耀 那其实他在这边就是利用很多的名言 然后最后收束自己的主旨是自我实现 那其他就是利用引用名言的方法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祝福其勉 那通常在文章最后 我们总希望我们写的这段文章 对社会有一些贡献 所以呢他在这篇文章讲到散 他就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称散来庇护我 但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称散来遮护别人 一朵散花一朵散花的 大家就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共闪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挡住现实的狂风暴雨 那为社会带来无限的温暖 其实他是不是就是一种祝福跟其勉的一个手法 那当然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结尾呢 也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温暖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下一种方法 辟喻可以开头 辟喻也一样可以作为结尾 那最后的时候比如说神己度人 他说西宴说一个硬币有两面 而神己度人正是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 借着神己我可以圆润成熟 借着舵人我们可以观察他人的好坏 砥砺自己的心智 所以他要用神己作为凡 舵人为奖 撑起了为甘 扛向这个艳丽的生命的蓝图 请问他这个段落里面 是不是用了两个辟喻的手法 来强化他的这个结尾 那其实你看效果是不是也是非常优美 这个方法同学也是可以好好的去运用一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下一个方法就是提出精益 也就是说多半我们在论说文 即使是在继续文 我们最后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启示 或想法我们要提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 比较好的思考的一些结果 做一个呈现 比如说假设题目是情眼看人 冷眼对视 那他就会提到说生命呢 其实呢 以情眼看人的时候我们会多一份 古道热肠 所以流露的就是对于这个生命当中 这种无愧的真情 如果我们用冷眼对视的时候呢 我们的性格上面可以多一份亲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圆柔 其实上他就是提出一个比较精辟的这个见解 我们说这种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生化境界 比如说季季他在抽屉这篇文章里面 他在最后的地方他提到说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抽屉 有的可能是橱柜的抽屉 有可能书桌的抽屉 这些具体的抽屉 可是他告诉我们内心还有很多抽屉 他说内心的抽屉有爱跟同情 挫折跟鼓舞 谦卑跟敬仰 而这些抽屉其实更是怎么样 呈现的他是更为壮阔跟深邃 所以他是不是就是由一个具体的抽屉 已经生化到抽象的抽屉了 所以当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如果能够深化这个境界 其实也是一个好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就是切入现实 因为我们所有的文章尤其是论说文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对现实有一些启示或真边 所以经常都会有切入现实的一个做法 譬如说题目是论污染 那你会提到说政府不站在扫黑 然后许多贪污的事情 围标 一些勾结暴力的事情都浮上台面了 好 那可是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吗 难道是不是连心都被污染了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说 我们应该是正本清源从心去做一个改变 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清明 那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用社会的现象去做切入 那这种就是属于切入现实法 之前已经学过开头 那再配合现在的结尾 其实同学可以利用看见啊 购买啊 高中生具备的这个能力 这些题目来做一个练习 尤其在接近联考的之后 各位同学可能时间不够啦 那你整篇文章要写完要花很多时间 你也许可以用一个比较省力的方法 就是说我只写开头 那中间的部分我就利用一种大纲式的写法 然后最后再加强结尾 那这样同学就可以把开头跟结尾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好 那同学去练习看看吧 今天我们所讲的文章的结尾 一共有八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首尾呼应 第二种方法是总结全文 第三种是引用名言 第四种是祝福其勉 第五种是辟喻美化 第六种是提出精益 第七种方法是深化境界 第八种方法是切入现实 你学会了吗 那我们今天文章结尾的这个部分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要是采购了吗 对 你不再加点 这个部分 不再加点 人家 你不再加点 过